台湾民意学会13号上午又提出 2016总统大选最新民调结果 主角包括国民党准总统参选人洪秀柱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还有为正式表态参选的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民调发现对选民来说 重视民意基础并具有国际观 是担任总统最重要的条件 从三人的民调支持度来看 蔡英文41.4%保持领先 再来是洪秀柱的21% 宋楚瑜14.3% 对此国民党立委表示忧心 也提出未来泛兰整合的必要性 上次投给马英九的选民里面 那么除了里面 特别有两成左右 是改而支持蔡英文之外 那么还有两成三是 在观望未表态的 这个比例加起来就蛮可观的 表示目前的南军 其实还在焦虑 还在观望 应该是跟马执政的过程 可以说这个和族群失劣的 这个关系造成南部人对国民党没有信心 要怎么样去找回这个潜然的支持者 我想这个才是目前也是国民党 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七月各家民调显示 国民党都处于劣势 但民进党立委不敢掉以轻心 认为七月十九号国民党全代会上 总统候选人名单是否会出现变数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否会表态参选 都是未来民意浮动的变数因素 在七月十九号之后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洪秀柱经过国民党的整合团结 他的民调也可能在七月十九号 在逐步在这个上扬起来 所以民进党目前的民调自然领先 还是要戒胜恐惧 步步为营 台湾民意学会认为 如果未来宋楚瑜参选 可以争取到部分观望中的蓝军选票 减少浅蓝支持者改投蔡英文的比率 但就目前政治局势来看 洪秀柱和宋楚瑜要领先蔡英文民调 仍有相当难度 记者亚本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